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Cat 3月20日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與俄羅斯總統舉行閉門會議 兩人均表示中俄有共同目標 與此同時美歐正在密切關注習普的一舉一動 習近平訪問俄羅斯 從多方面體現了世界兩大陣營之間的對抗正在加劇 這是習近平想任中共領導人以來 與普京至少第四十次會面 這也是俄烏戰打響以來 習近平首次訪問俄羅斯 代表著中共對這場戰爭的默許和支持 3月20日下午 普京在克里姆林宮歡迎習近平的訪問 普京表示中俄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和目標 習近平則表示北京高度重視中俄關係 兩國有著相同或相似的目標 可以通過合作來實現各自的發展目標 習近平還告訴普京 相信普京將會在2024年俄羅斯大選中獲勝 對於習近平來說 他對俄羅斯進行的高調訪問 和和普京會晤是一個及時的機會 以展示北京是世界舞台上日益增長的外交影響力 和他挑戰美國主導全球秩序的野心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 約翰·柯比 在3月20日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This Morning的節目採訪的時候 揭穿了中俄關係的實質 柯比表示 俄中關係是權宜婚姻 而不是基於感情的婚姻 俄比認為 這兩個國家比詞之間 並沒有太多信任 但他們在反擊西方 反擊美國的領導地位方面 找到共同的理由 對美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來說 習近平的訪問是對日益孤立的普京赤裸裸的支持 俄烏戰打到現在 普京的軍隊正在耗盡物資 俄羅斯的經濟正在西方制裁之下掙扎 普京急於利用這次會面 向西方陣營表明它在國際舞台上並不孤立 最近幾十天 西方官員警告說 情報顯示中共正在考慮向俄羅斯軍隊 提供致命武器的援助 北京則否認這個指控 美國官員表示 他們將密切關注 在集普峰會期間 中共推進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的跡象 烏克蘭也在密切關注 烏克蘭駐華盛頓大使 奧克薩娜·瑪爾卡諾瓦告訴CNN 我們真正希望中國 不要成為這場可怕戰爭的幫兇 在習近平和普京交談之際 美歐行動起來 紛紛宣布對烏克蘭新一輪的援助 志在震懾北京對俄羅斯的支持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3月20日宣布 拜登政府授權烏克蘭提供額外的 3億5千萬美元安全援助 另外包括幫助為美國向烏克蘭提供的 遠程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即是海馬斯和榴彈砲提供更多的彈藥 以及為布雷德利步兵戰車、高速反輻射導彈、 反坦克武器等設備提供彈藥 埃沙尼亞國防部長3月20日表示 歐盟成員國已就為烏克蘭聯合採購了 100萬發155毫米火炮彈藥達成一致 德國國防部長鮑里斯皮斯托瑞斯 在布魯塞爾會議後也表示 他相信彈藥生產可以迅速增加 一批德國黃鼠狼步兵戰車正在運往烏克蘭的途中 德國1月宣布指出 將會向烏克蘭提供40輛這類型的戰車 在1月較晚的時候 烏克蘭士兵已抵達德國 接受戰車操作培訓 在俄烏問題上 儘管中共一直聲稱自己中立並呼籲和談 但美歐譴責北京在行動上已經選邊站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 北京在烏克蘭問題上並不中立 已經非常明確地站在一邊 在戰爭爆發之後 習近平拒絕將俄羅斯的行動定性為入侵 在西方對俄實施廣泛制裁之際 中共加大與俄羅斯的經貿關係 為俄羅斯提供經濟生命線 同時中共在外交上支持俄羅斯 呼應俄羅斯的宣傳 並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北京的不中立立場也反映在外交接觸上 俄烏戰之後 習近平始終沒有與烏克蘭總統 習蓮斯基通話 但你與普京就以視像形式 或面對面回談進行了數次接觸 《金融時報》引述適理 新南威爾士大學的中俄關係專家 阿歷山大·科羅尿夫說說 《穆克蘭戰爭加劇了兩國競爭》 令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風險更明顯 作為回應 中俄現在正在真正鞏固他們的聯盟 科羅尿夫補充 中共需要俄羅斯來應付即將來到的和美國的對抗 這種對抗正變得非常現實 中俄之間的軍事關係更加密切 北京需要準備替代能源的供應路線 以防在與美國就台灣問題發生任何衝突時 從中東進口石油會受阻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阿歷山大·加布耶夫說 對於俄羅斯來說 以前存在的限制已經不復存在 普京癡迷於這場戰爭 與中共的這種夥伴關係 為它帶來經濟的生命線 和俄羅斯軍事機器的關鍵零件 而中國則是反擊美國的工具 因為俄羅斯是敵人的敵人 即是朋友 首爾尼花雷志大學國際研究教授 萊夫·埃里克·伊斯利指出 中共在烏克蘭衝突中 缺乏公正的調解人地位 因為中共對俄羅斯有實質性的支持 中國要想有所幫助 就不應該建議幾乎能做出什麼妥協 而是應該為莫斯科 找一個面子上能過得去的辦法 令俄羅斯撤走部隊 習近平和習連斯基之間的接觸 將代表中共對西方的懷疑態度 做出讓步 但分析人士說 即使有任何接觸都可能是視像 而不是面對面的會談 而且結果是未知的 普京3月20日和習近平會面時說 俄羅斯準備討論北京提出解決烏克蘭危機的提議 並說莫斯科已經仔細研究了這些提議 華爾街日報報導 部分批評人士表示 中共的12點計劃與其說是和平路線 不如說是一種轉移對中俄日益密切關係批評的方式 隨著西方制裁的影響 俄羅斯正在慢慢變得越來越依賴中國的資金 以上節目內容 和取材自大紀元記者張庭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 assur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